来了 朋友们早啊 今天已经是我们来这里钓鱼的第三天了 今天起了个大早 昨天这里还可以 我们钓了两条草鱼 一条鲤鱼 今天看看能不能钓到这里的巨屋 好了我们开始赶走口了 我们鱼竿还是用的这只窝顶 8米1的王者神剑 这个是轻量版的 8米1钓的内弯 然后7米2钓的弯子的滑尖处 这两个窝我们都打了的 8米1钓的有3米深 然后7米2钓的有5米深 我们抛下今天的第一竿 看看会不会有大鱼啊 走你 钓了半个小时没口 赶紧给它补点窝子下去 削了点这个鲜玉米 加这个红葱特地 混合打窝 给它稍补一点 边钓边补 8米1钓那边 潜水窝没口 现在也把这个换过来啊 换到这个深水窝这里 这里还是有泡冒起来 5米2 5米1钓 5米2钓 9米3钓 来了 突然就是一口 这条样还可以 这边有树桩 我把它溜过来 这里面树桩很多 牵过来 还不知道什么鱼 哇鲤鱼 这么大的地区吗 这条还可以 进来吧 可以啊 有这么大一条 不错吧 今天的第一条 掉了两个小时才来口 这底下的树桩太多了 老实挂底 通行 通行 我跳到了医院 我又跳到了 太小了 从来还没有钓到过菌鱼了 第一次间是抓到的 这个太小了 就放了 现在水库又开始在发电了 这个走水呀 走的太快了 没法掉了 先搞饭吃吧 昨天那个白条油炸了之后 放在 煮在面里还挺好吃的 今天没有白条了 昨天晚上掉了一条青 青烧 把青烧吃掉了 哇 今天就吃它了 还是把鱼炸了 待会煮到面条里面 这个锅太小了 稍微大一点的鱼都装不下 今天吃个荷兰会面 煮了一半 燃气罐没气了 只能是烧柴火了 刚好把这垃圾全部都烧掉 终于是好了呀 这个饭 先来吃一下这个鱼吧 所以这个青烧的肉质好嫩啊 我把鱼烧做的 就很好吃 再来吃 就好了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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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终于来了 这个顶鱼不大 好 这好像是个鸡鱼啊 这是鸡鱼啊 不是铝鱼啊 这个大板鸡不得了啊 这个鸡鱼有点筋重了吧 鸡鱼啊 从来没钓过这么大的鸡鱼 这不得了 成金了吧 我以为是鲤鱼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十一点钟了 今天一天就来了两口 早上一口晚上一口 一条大鲤鱼 一条大板鸡 也还可以啊 就那一条大板鸡 都已经给我吹半年了 晚上我们就先不掉了 先休息了 明天早上早点起来钓啊 凌晨两点起来补个窝 今天已经是我们来这边钓鱼的第四天了啊 所以最后一天 调完今天早口就撤了 算调微了啊 看看今天也要大了 所以我们吃了 因为我们去除了 整个小鱼 今天 gaan吃 那边的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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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就不容易鱼 那边的小鱼 就这么做了 那边的小鱼 那边的小鱼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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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这里钓了四天的时间 鱼口总体来说不是很好 但也还可以 基本上每天都能上鱼 刚好钓了两条草鱼 两条鲤鱼 和两条鲫鱼 保湿成霜 我们来看一下鱼后 又是可惜没能钓到这里的巨物 还可以啊 算是小报复 看我这两条鲫鱼拿出来看一下 真的从来没钓到过这么大的鲫鱼 这鲫鱼真是第一次钓到这么大的鲫鱼 来着大鲫鱼 还不错啊 最后啊 垂鱼要结束 记得带走垃圾 下期再见了 下期再见